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就是家居制造师金与正的困扰 他每天醒来之后都要为了全新的自我调整一切 而他最好的朋友尚伯已经习惯了 从金与正18岁的生日起 他就开始过上这种不由自己控制的奇怪生活 在经历了挣扎后 最终向自己最好的朋友解释了自己身体的变化 尚伯从最初的惊讶到大笑 到最后接受了金与正的奇特 开始帮助他生活 尚伯对公司抄袭语正的创作大感不满 金与正开始私人定制的销售模式 在金与正为新的家具挑选把守的时候 遇见了细心的导购姑娘姨秀 她会用心地为每一位客户推荐适合她们的家具 金与正对姨秀一见清新 每天都会以不同的身份去见她 终于到某一天的早晨 金与正变成一个帅哥之后 鼓起勇气约了秀一吃晚饭 并带她来到了ALX的工厂 当遗秀答应她第二天一起吃饭后 金与正想出了一个绝妙的方法 不睡觉 为了能多和遗秀相处 金与正连续几天悄忍着不睡觉 每天约她出门散心 但是困意是不能阻挡的 金与正最终在地铁上睡着 并变成了一个中年大叔 不能再陪遗秀一起吃早饭 但她不甘心这样从遗秀的世界里消失 于是混入遗秀公司成为实习生后 向她坦白了一切 但遗秀并不能接受这些 并且表示再也不想见到她 但离开后的遗秀还是对雨震念念不忘 她试图找到解决的方法 但都以失败告终 最后她选择来到雨震身边 想亲眼目睹这一切 当遗秀亲眼见到雨震的变化 并了解雨震 为了适应生活所做的努力后 她决定陪在雨震的身边 有了遗秀的陪伴 雨震的生活变得丰富多才起来 无论雨震变成什么样子 遗秀都开心地向她展露笑容 但是弊端最终会出现 工作室开始传言 遗秀会每天跟不同的男人出去 在压力下 遗秀变得越来越憔悴 并开始容易健忘 严重到需要去看心理医生的地步 对于雨震提出的想要结婚的念头 雨震出乎意料地没有答应 她没有办法向家人朋友去介绍雨震 她需要时间去适应这样一个特殊的爱人 因为她找不到雨震 而当雨震主动握住她的时候 她也只能看到一个陌生人 还必须要让自己很开心地冲她微笑 随着时间的推移 遗秀的身体越来越差 雨震在了解遗秀承受的痛苦之后 十分自责 这时母亲才告诉她 原来雨震的父亲也和她一样 每天都会变化 而雨震的母亲虽然很爱她的父亲 但最终选择了离开 母亲告诉雨震 只要离开遗秀 她的身体就会好起来的 雨震最终选择了和遗秀分开 并在留下了为她定做的一把椅子后 远赴国外 遗秀的生活逐渐恢复正常 她开始用更多的小计划来填补生活的空白 但在这些背后 遗秀陷入了对雨震深深的思念 她终于明白 她爱的是内在的禁雨震 并下定决心去国外将禁雨震找回来 她找到了试图避开她的禁雨震 并表达了自己心中的想念 向禁雨震求婚 两个相爱的人终于在一起了 假如你也爱上一个每天都会变换的人 你还会愿意一直陪伴她吗